住国加油站,什么消防站,还有路边都有过 三连,大家好,我是齿拿尔 今天齿拿尔想给大家来介绍一位神秘的朋友 Hello,大家好,我是从深圳骑行回新疆塔城 文明的考三,我现在也来到了新疆 来到了美丽的巴黎坤,也来到了齿拿尔家 见到了齿拿尔的爷爷,非常开心,谢谢齿拿尔 那有啥谢谢的,我爷爷在那听得很开心 刚刚Calser也说了她的大学是在深圳上的 然后有一年的时间工作也是在深圳的 那你为什么没有选择留在深圳 首先工作的话比较浮躁,然后太年轻了,不好沉淀 我就想着回家陪陪我的父母 可能对我来说家人是更重要的 所以我就选择了回家 但是又觉得坐个飞机,坐个火车很简单 就很不甘心,这么美好的时光在深圳已经度过了 大学也毕业了,我就想着选择一个很难忘的一个 让我有一个回忆,我就选择了骑行 那么好像是什么让你作为一个女孩子从深圳骑着自行车来回家的? 首先第一是秉择回家的一个理念 然后我觉得在路上纯属是靠我自己的毅力 越快到新疆这个状态就会越好 我就想着我快到家了,我快到有哈塞克的地方 一切都是非常的好 感觉回到家了 对,我刚进新疆我就觉得我已经到家了 我没有任何的顾虑 最艰难的路已经走完了 现在剩下的都是美好的路 晚上怎么办?有没有在野外住过? 住过加油站,什么消防站,还有路边都有过 坐瑞和去做好吗? 好,你们走过去 你好,我好吗? 好,你去看买不? 好,你去看买不着呢 我会被说啊 现在,你更看买不着急 嗯? 你会看习不着急 你看习不着急 你看你了吗? 不行 我叫你 但是我和日本上公司 太,今天不是有好久吧 今天不是有好久 我不觉得我一刀,我要做不成功 不只能管你 我不能说 你能做好久 我不能做好久 你能做好久 你能做好久 所以我觉得就是年轻人嘛 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 趁年轻一定要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而且一定要不要辜负青春 青春就这么一次 他不会反过来再让你去体验一次 所以人一定要在他最好的时光 去做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然后以后老了就可以回 我曾经怎么怎么样过 其实很好 对 是的 如果我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哟 欢迎敲响小铃铛 感谢你们支持